涉及开游艇维利群聚派对的其中一名英国籍女子和一名新加坡永久居民 今早承认触犯冠病19临时措施法令各备罚款3000元 被发现去年底在拉扎鲁斯岛一带开游艇维利群聚的10人 不但没有分成两组5人还互相交流而且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当时我国仍处于阻断措施解封第二阶段聚会人数最多5人 参加派对的其中两人今天被判罚款 其余8人也已经被控触犯冠病19临时措施法令 如果罪名成立 触犯者可面对高达1万元的罚款或长达6个月的监禁